大家好,我是小伟 本期我们重点说一下 关于现在很多爱狗人士 对自己养的狗 太过于亲密 所导致的一些不良行为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下面用笔和纸的形式 给大家解答 本期我们就说一下过度 过度 爱 过度宠爱自己的狗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副作用 首先一点我们说 第一点 很多人 会把自己的狗 换做儿子 自己感觉到 是挺好的 但是他有一个社会问题 不容易的问题 这个论理问题 主要是考虑什么呢 孩子 如果你自己家里边 有儿子的话 你想想 你喊他们两个都是孩儿子 你考虑过 你家孩子有什么想法 第二点 过分的亲密 他里边分了好几种 我们说 先说第一点 一块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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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两个人会亲自己的狗 亲狗 然后 这两点呢 其实他带来了一个 一个都差不多的一个什么呢 传染病啊 你如果跟狗有 口水接触的话 就是他吃东西 你也一块吃 你们两个交互的吃东西 或者说你感觉自己很喜欢自己的狗 你亲他的话 亲到嘴的话 他主要有口水接不到你的口水 接着到你的 食肚黏膜 眼睛啊 嘴啊 这都会 那么相对来说 就跟他咬到人是一样的 因为狗咬到人 我们也是需要打针的 那你这个 你这么亲密的接触 也会沾到他的口水 要不要打针呢 所以这两点 还有一点睡觉 很多人会允许他的狗 我跟他一块睡觉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无形当中提高了狗的地位 提高地位以后 狗会变成一个 什么情况呢 会咬人 他不是咬你 他可能会咬 家里边别的成员 因为他觉得 他跟你的地位一样高 他不允许别的人 再来这个地方 可能攻击别的人 这也是一点的话 三 第三点啊 过量的喂食 会导致什么呢 肥胖 还有什么问题呢 挑食 再有呢 天天反正不愁吃了吗 吃完睡睡完了干嘛呢 起来玩什么呢 玩拆家 拆家游戏 你啊 这都是他导致的 所以狗该吃多少吃多少 不是随便才吃的 应该是我们给多少他吃多少 那我们给多少呢 是因为每条狗他需要的量不一样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狗需要多少 第四点 不牵绳 很多人遛狗 从来不牵自己的狗 不牵着就到处跑啊 大家感觉自己狗很聪明 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些意外事故啊 意外事故 你想想我们小孩子 我们家里边孩子十岁八岁的过马路 我们还要跟他一块过马路 更别说我们自己的狗了 他们有孩子那么聪明吗 其实未必有孩子那么聪明啊 第二点就是说你不牵 很容易吓到人 因为 因为我们觉得没事 但是有很多人害怕狗啊 老人当孩子啊 把他们吓到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还有一点凶人 我们家里边很多时候会凶人 主人呢 也放人不管 觉得挺好玩 嗯 这样导致一个后果到最后 他就不是只是兄弟了 他就真的会咬人了啊 另外他咬人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也会变得 焦虑 啊 自己也会变得很焦虑 这上面都是一些问题 你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不经意的出现这些情况的 我们也是自己的本性 觉得对国好 但是这些问题会导致好多好多 负面的行为问题吧 所以说总结一下我就我就觉得啊 我们 交朋友 别说养口了 就是我们交个朋友 肯定还得说啊 比较合得来 对不对 性格 性格也得相投 这样我们才能一起作为朋友 那如果说啊 你的狗都不能说脾气也合不来 哎 然后你天天带他出去玩 还得 呃 跟跟供个小祖宗一样 对不对 在家给你拆家 还随地大会变 啊 心情不好了 还凶你 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样 你你是在伺候一个啊 一个小祖宗呢 你还是在到底养了一个 你自己就得自己的一个小伙伴 一个宠物呢 所以说这些问题啊 这一系列的太过度的宠爱的问题 你们还是要很重视的啊 好的 看完上面的视频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补充啊 因为肯定啊 也有想我也没有想到 然后另外如果你家里边养的狗 我已经出现了上面说的某种行为的啊 自己啊 能改的就改 如果自己说不懂怎么改 可以说啊 私信告诉我 或者留言说都行 我看到都会回复的啊 好 再见